好我们来看到大陆是以航泰活动作为理由 原本预计4月16号到18号上午9点钟到下午2点钟 会在台湾的北方巴蜀海里处化设了禁航区 经过五国交通部协调之后 修改活动时间为4月16号上午9点30分到57分 全程是27分钟 但是昨天下午福建海事局公告的航行警告 却是从上午的9点钟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为止 当然现在时间不一致立刻引发了揣测 好交通部已经说了经过了解之后 应该是海上需要更多的作业时间排除残骸 并且在晚间的9点钟已经发出了相关的公告 好当然这回时间不一致 我们刚刚已经告诉过您了 交通部方面研判对岸是因为基于安全的考量 主要是要打捞火箭的残骸 当然这回大陆在台湾的北方划设了禁航区三天 经过交通部抗议之后改为27分钟 好大约会影响到33个航班 前立委郭正亮分析了 这凸显出大陆想要把台海的问题内政化 而且是直接搬上台面 凡事都会依法执行 用实际的行动告诉台湾 我就是要这么做 不会再演了 也不会再让了 我感觉是他对本来就按照他的法律规定要做的事情 他现在就全部都如法执行 所以这个还算是蔡麦惠的余政吗 不就是他现在不演了啦 不让了啦 就是我法律就是怎么定 我就公告了 我就扶上台面了 比如说以前他有检查过台湾这个小山上的船只吗 没有对不对 那这次为什么要公告 那那个詹志宏就很紧张 说你这怎么公告 人家从金门过去才一点点时间 那事实上真的就是没有检查 可是他必须告诉你 这是他的法律 那你的船是同内政 所以他要检查 就是这样嘛 所以这个有点同一个味道 什么味道 那个味道就是 我的法律是这样规定嘛 那在我的防空识别区内 有东西掉落 那我要告诉你啊 就是这样 那反正我就是要做这件事啊 就好像他那个军演也是三天嘛 那三天到最后他要凸显的原则 叫做台海内政化 这张总的概念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他认为台湾是他的嘛 所以他就20支海里那个穴位点 他航母就开进来了 他以前也没有开那么近啊 那他就认为我要阻止外力进入 所以我必须在这个穴位点卡住 那个穴位点卡住就是 菲律宾要南北上冲城要南下 关岛要进来三边都被阻止 那以前他也没这样干嘛 对 所以感觉就是他就是要 这个叫做要讲大白话 做大白事啊 就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以后就是扶上台面了 而且都是洋模 都直接跟你讲 我就是要做这件事 好大陆的商务部就台湾单方面的贸易限制 2455项的商品进口展开了贸易壁垒的调查 昨天在立法院引发部分蓝绿立委的关切 对于是否会影响到ECFA的存续呢 好经济部长王美花先是认了 未来不知道 后来被问及了大陆是否可能展开报复呢 对我国出口对岸金额冲击多寡 王美花全部都说不晓得一问三不知 立刻引发立委怒批 好当然针对了这个部分呢 我们继续照待您看到 虽然大陆近年已经暂提我国多项的农产品输入 但是去年台湾的农产品贸易逆差 依旧是达到了151亿美元 创下史上新高 专家也说了 台湾单方面禁止2455项的产品 已经严重违反了WTO的规范 如果最后真的是走到了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那么仲裁结果台湾是必输的 假如被禁止的农产品向开放 台湾很多的农业品将会不再具有优势 针对这个部分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他也分析了 这就代表大陆已经要开始 把对台贸易关系给正常化 已经不是过去那种让利的时代 但是很无奈的是 针对对岸的贸易部署策略改变 台湾现在的执政者却依旧是两手一摊 拿不出任何的办法 大陆是把台湾就开始用某种程度的正常化的贸易关系来看 是这样子 一旦正常化贸易关系来看 那就是让利的时代就过去了 那当初为什么大陆对台湾让利 那当然就是第一个也是因为两岸关系 而且那时候的两岸关系非常的和缓 那坦白讲以某种程度你也要佩服一件事情 说马英九那时候签起来的那个AQ卡吧 对不对 这些年下来省了台湾两千五百亿关税 省了两千五百亿关税 你看对我们在进入大陆市场有造成带来多大的优势 然后很多一些两岸之间贸易的关系 都出现一些非常好笑的事情 就是以前马总统在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两岸的贸易依存度 其实是比陈水扁的时候还低的 结果马总统被骂说鸡蛋全部放在一颗篮子里面去 结果像蔡英文节节上升 对不对 你不卖晶片 你什么不卖这不卖那不卖 抱歉 台湾贸易就垮了嘛 那今天说实在当初因为考虑两岸关系 希望两岸就是两岸家亲啊 大家就是好朋友啊 对不对 好没有关系 反正大陆有量体大 台湾我就是采取让利嘛 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的 我们讲说贸易对大陆的一些红利 那说真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可能要有个心态 就大陆显然已经不打算要开始继续这个让利 那他也不会直接讲我不让利哦 你看他出手的是什么 调查你的贸易壁垒 大家摸着心说啦 台湾有没有对大陆贸易壁垒 有没有 有啊 太多了 多的是啊 这两千多项到底有多少项成立我不知道啊 你要讲贸易不公平 是我们对大陆不公平 我们对大陆一直是不公平的 这是事实啊 大家都知道啊 ECFA就是一个让利的一个协议 否则为什么谈一毒药 蔡英文吃了那么该吃了七年 不舍得丢啊 现在说盖瓜成瘦 盖瓜成瘦 好甜啊 甜到盖瓜成瘦 谈一太甜 毒药无所谓的意思 那因此你现在看就是 这可以看到就是两岸关系 从前面那一节谈的军事 到现在贸易战 大陆是做更深层的部署 但这部署台湾怎么因应 我觉得政府还是 我认为啦 还是两手一摊 跟你讲我没法度 经常这晚上啦 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